中国最臭名昭著的汉匪李哲 但凡兜里没钱就像女人痛下杀手 而且只对腿长一米二以上的美女情有独钟 每次都是既要钱又要人还要命 作案手段极其残暴变态 就连受害者手上价值五毛钱的塑料戒指都不放过 更可怕的是 此人还在少林斯罗汉堂练过18年的真本事 八个训练有素的武警一起上也不是对手 即便被戴上手铐 也能在一秒钟之内轻松逃脱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个变态汉匪的最终落网 竟源于他的一个奇葩怪癖 这天李哲兜里又没钱花了 于是习惯性的来到苍州一家酒吧寻找猎物 这个身着黄色连衣裙的长腿妹子 很倒霉的成了下手目标 然而妹子却对即将到来的巨大危险毫无所知 还以为碰上了肯出大价钱的好大哥 而李哲也凭借丰富的吊榜经验 轻松用实现250元的高价服务费骗上了摩托车 一路朝着僻静的荒郊野外驶去 李哲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方便毁尸灭迹 可已经钻到前眼里的妹子 却还以为大哥玩野战很浪漫 直到李哲一句话像一盆冰水一样将他泼行 妹子这才明白今晚不但挣不到钱而且还要倒贴 然而面对凶神恶煞满脸猙獰的李哲 他一个弱女子也只好乖乖就范 很配合地交出了自己配了300个男人才攒下的钱 然而李哲还不满足 又逼他摘下了脖子上价值250元的假项链 被压榨干净的妹子以为这样自己能脱身 却没想到李哲又提出了更变态的要求 在经历了两个半小时的摧残之后 李哲用一把火将妹子挫骨扬灰 然后骑上他的幸福250摩托车扬长而去 可万万没想到他的一个变态嗜好 接下来却暴露了狐狸尾巴 原来丧心病狂的李哲扒掉了酒吧女的裙子 转手就送给了自己的女友王小丽 他觉得这样办事的时候会更加的刺激 王小丽看着这件死人的裙子一开始还觉得挺好看 然而很快就发现这是别人穿过的二手货 于是一脸嫌弃地将裙子丢回了李哲怀中 不料李哲却恶狠狠地威胁他 要么收下裙子 要么就掰折他的一条腿 就这样在李哲的淫威下 王小丽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收下了这条死人的裙子 李哲大的并警告他不准和其他男人眉来眼去 更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行踪 我走之后 你给我老老是这个待着 嗯 你要给我扯别的 回来我把你推白车 随后李哲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苍州汽车站 但他并没有去山东宾州 而是在车站胡乱转摇 随意寻找着目的地 声东击西固步一阵 是他摆脱警方调查的惯用伎俩 这是一个让全国女性都为之战战兢兢的时刻 因为李哲不管坐上开向哪里的客车 都代表这个地方的女人又要遭殃了 最终李哲坐上了开往唐山的汽车 开启了更加丧心病狂的犯罪之旅 路上他像警犬一样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 并没有发现警方封锁的迹象 这代表酒吧女的被杀还并没有引起轰动 自己暂时还是安全的 于是踏实地闭上眼睛睡成了死珠 然而李哲万万没想到 此时警方已经发现了酒吧女的被害现场 并根据尸体的DNA信息很快联系到了死者的地理 但因为李哲作案手法老道 警方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任何可疑的凶手痕迹 所以尽管仓州警方东奔西跑 拼命努力地寻找线索 但整个案件的侦破还是无奈地陷入了僵局 不料就在死者弟弟失魂落魄 不知该如何给姐姐讨回公道时 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巨大转机 这天他居然发现了姐姐生前穿过的黄色连衣裙 因为这条连衣裙是独一无二的专门定制款 而且被害现场并没有发现裙子的任何残留 因此他认定这肯定就是姐姐穿过的裙子 于是立马悄悄跟踪穿裙子的女人 确定了女人的住址后迅速将这个情况通知了警方 警方的大队人马立刻出动 很快就把李哲的女友王小丽带回了刑警队 质问他裙子是哪来的 而长期屈服在李哲淫威下的王小丽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出卖了他 他向警方向警方承认裙子是李哲送给自己的 而且显然来路不明 因为李哲这个混蛋平时好勇斗狠 唯非作歹 除了好事之外 什么都敢做 李哲本人亲口说过 被他弄死的人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而王小丽之所以和这样的混蛋在一起 纯粹是被逼的 原来王小丽以前是一家酒楼的服务员 李哲有一次来吃饭时觉得他漂亮 便立马要求王小丽跟自己同居 如果不同意就立马杀光他全家 王小丽知道李哲说得出做得到 从那之后便只好做了李哲的女朋友 但这种强迫的关系 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真感情 所以王小丽才会如此干脆的出卖李哲 随后警方追问李哲的去向 王小丽如实回答说 她走之前曾跟自己说过 要去山东宾州搞一把大的 于是警方立刻调集大队人马 联合宾州警方追查李哲的下落 却不知这恰好中了李哲的阴谋诡计 因为此时的李哲已经出现在了 和宾州远隔千里的唐山街头 李哲大摇大摆的挑了家规模最大 装修最豪华的美发店进去洗头 老板娘听出李哲是东北的口音 于是热情的亲自提供服务 姓美 你一进门啊 我就听出你是东北口音来了 我也是东北人 咱是老乡啊 大姐听讲的吗 谢谢你啊 老板娘想的是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却不知李哲是老乡见老乡 搞你没商量 他一边享受着老板娘的专业服务 一边用贼溜溜的双眼 打亮整个店的装修 并假装关心地询问生意怎样 不料老板娘却突然犯了 东北人爱吹牛的大毛病 表示自己这家店光装修 就花了五百多万 但是不到一年就回本了 现在每天的流水就有五六万 老板娘这样说 纯粹是为了在老乡面前有面子 却没想到 这等于当场为自己全家宣判了死刑 李哲一听这家店的油水如此丰厚 心中立马决定明天就对老板娘开刀 但考虑到老板娘全家五口都在店里居住 李哲担心自己一个人控制不了局面 于是决定去找个犯罪同伙一起行动 他很快回到了自己的黑龙江老家 去找自己的二叔王玉国 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李哲的二叔王玉国当然也不是傻好玩意儿 他在镇上开了家玉国饭店 专坑那些不小心进店的外地人 三个素菜六瓶啤酒就要价 客人抱怨菜太贵 王玉国却淡淡地表示 要么乖乖给钱走出去 要么就每人留下两条腿 让担架抬出去 客人面对这样的地头蛇 只能自认倒霉 乖乖掏钱 然后一边走一边发誓 这辈子再也不来东北了 像这样的一锤子买卖 自然是越干越少 因此王玉国这家店也就是强称着维持经营 能坑一个算一个 不料就在这时 李哲突然找上了门 王玉国见这个从小就不是好东西的老侄子 现在穿的人母狗样 便问他最近是不是发财了 而李哲也豪爽地大手一挥 表示要请他去献上最高档的饭店吃饭 顺便给二叔介绍一笔发财的大生意 于是穷疯了的王玉国 屁颠屁颠地跟李哲来到了大饭店 真诚地向老侄子取经 怎样才能快速脱贫致富 李哲深知 王玉国表面看上去念了巴基 实际上却和自己一样 是个心狠守黑的亡命之徒 稍加引导便会成为非常理想的犯罪同伙 于是李哲立马开始了洗脑模式 表示在当今社会 普通人想实现一夜暴富的路子 都写在了刑法上 所以想要跟自己发财 那就要心狠守黑 敢抢劫敢杀人才行 王玉国一听 立马表示 老侄子你是了解我的 二叔和你一样 除了好事之外 什么都敢做 下次行动一定带上我 就这样 叔侄俩一拍即合 迅速组成了新搭档 而这也代表了 汉匪李哲的犯罪再一次升级 接下来的恶行 会更加的丧心病狂 两天后 李哲和王玉国便回到了唐山 开始为抢劫理发店做准备 叔侄俩在五金市场转悠了一圈 特意挑了一把削铁如泥的 王麻子菜刀作为凶器 然后便一起来到了之前的美发店 此时还不到早上八点 东北老板娘正在店里享受着 他生命中最后一顿早餐 李哲谎称自己要赶着出门谈生意 所以想让老板娘帮忙洗个头 老板娘认出李哲是前两天刚认识的东北老乡 于是立马热情地把两人请进了店门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下一秒 东北老乡就直接挥起了菜刀 唐山警方很快接到报警 理发店老板一家五口被灭门 就连八岁小女儿都没能幸免 店内所有的财物更是被洗劫一空 凶手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 而就在唐山警方焦头烂额地寻找真凶事 李哲和王玉国却已经暗戳戳地 筹划下一个犯罪行动了 原来这次抢劫李发店 一共抢了还不到500块钱 就连从东北到唐山的火车票钱都不够 显然这次是李哲的情报 有误 李发店老板娘之前说 每天流水好几万 纯粹是吹牛不纳税 最后还因此搭上了一家五口的姓名 而没能实现一夜暴富的王玉国 自然是非常的不甘心 于是向李哲提供了一个更准确的情报 原来他开黑饭店时 认识了哈尔滨的一个大老板 那人是搞外汇的 家里最少称个百八十万 如果搞一把的话 肯定就能实现一夜暴富 李哲一听那是相当兴奋 立马就和王玉国坐火车杀到了哈尔滨 叔侄俩带着菜刀 直接闯进了大老板的家中 将正在家中睡觉的夫妻俩残忍杀害 并把所有的现金和值钱财物洗劫一空 涉案金额共计高达二百五十万 叔侄俩这次是真正实现了一夜暴富 得手后的李哲立刻到车站 买了两张火车票 一张交给了王玉国 让他立刻回黑龙江老家 而他自己则要回河北苍州 去找自己的女友王小丽 李哲叮嘱王玉国 虽然现在有钱了 但千万不要太高调 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此时的王玉国对李哲 绝对是言听计从 立马乖乖回了黑龙江老家 但他万万不会想到 李哲再次用出了声东击西的伎俩 王玉国前脚刚走 李哲后脚就撕碎了回沧州的车票 转身就坐上了开往河北狼房的火车 李哲不但像恶狼一样心狠手辣 更是比狐狸还要狡猾 即便是面对自己的犯罪同伙 也没有半句实话 这也是他频繁作案却一直没有被抓的根本原因 然而让李哲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他的伎俩非但没有凑效 反而是等于主动向警方投怀送报 原来此时河北警方已经全面掌握了李哲所有的情况 并对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部署了全方位监控 只要李哲和之前的任何一个熟人产生联络 警方就能立马掌握他的行踪 而李哲到狼房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自己在沧州的女友王小丽拨打了电话 在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他的行踪便彻底暴露在了警方的视线之中 河北刑警反应迅速 立马组织了大队人马前往狼房展开行动 一场惊心动魄的警匪较量就此拉开了序幕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抓捕过程 却反而成了汉匪李哲的人生高光时刻 在狼房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 大批鹤枪实弹的武警战士迅速包围了李哲的藏身之地 制高点上也安排了狙击手随时待命 可以说此时的李哲已经插翅难逃 而李哲本人却仿佛对此一无所知 他鬼鬼祟祟地回到租住的平房里 躺在床上惬意地看起了电视 一边看还一边吐槽电视剧中的歹徒泰若基 结果下一秒他自己就真完了 七八个刑警突然破门而入 李哲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被死死按在了床上 在手枪指着脑门的情况下 李哲也不敢拼死抵抗 只能任由警方给他戴上手铐 像捆牲扣一般压回了苍州受审 可万万没想到面对警方的审问 李哲却态度嚣张 甚至还当场吹嘘自己的光辉历史 警方的审问持续了五天五夜 审讯人员都被搞得困顿不堪快崩溃了 李哲却还是精神抖擞 但就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闭口不谈 专案组有人提出 对这种丧尽天良的罪犯没必要客气 关键时刻可以考虑给这获上点手段 然而领导却直接拒绝了刑讯逼供的干法 即便犯罪分子再可恶再狡猾 警方也绝不能做出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 是李哲恰好是利用了这个弱点 在接下来的较量中把警方耍得团团乱转 这货每天变着花样跟警方要求改善伙食 每顿饭都炫七个肉包子和十杯豆浆 吃饱喝足了一抹嘴 却还是半个字也不肯交代 只要开口就是吹嘘自己比大将许楚还要神勇 甚至还要求和警员单挑 一般三个人抓我根本就摁不到我 你行 哥们 有机会咱俩在比临比的 警员见这货如此嚣张 便趁机用出了激将法 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敢做敢当 自己做的事情不敢承认 还有什么逼脸跟人家大将许楚做对比 没想到这一招果然管用 李哲的态度瞬间就来了个190度大逆转 警方答应了李哲的这个要求 并很快安排了他和老母亲在宾馆见面 然而警方该做的都做完了之后 李哲却又开始耍赖 表示自己现在太困不想说 必须睡够十个小时再交代 警员安强气得直跳脚 却毫无办法 只能守在旁边听着头死猪打呼噜 结果听着听着 安强和同事也困了 于是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可万万没想到 刚迷瞪了不到十分钟 睁眼再一看顿时大吃一惊 只见床上已经只剩下一副 打开了的手铐 汉匪李哲早就逃得无影无踪 不得不庆幸李哲当时心情好 并没有在逃跑之前大开杀箭 否则安强和同事都要成为鹰猎了 苍州警方火速封锁了各大城市出口 上千名武警战士对所有的车站和机场进行了严密排查 然而却始终没能发现李哲的身影 原来狡猾的李哲并没有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 而是抢了一辆二八大杠夺命狂奔 一夜之间起了三十多公里 轻松逃出了警方的包围圈 而再一次在警方眼皮子底下 成功逃跑的李哲犹如脱缰的野马 势必要犯下更加丧心病狂的罪行 但同时他也变成了秋后的蚂蚱 已经蹦跋不了几天了 因为备受打击的警员安强并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又紧紧抓住了另外一条线索 那就是李哲的犯罪同伙也是他的二叔王玉国 警方相信只要抓了王玉国 就一定能顺藤摸瓜地抓住李哲 而为了能尽快调出王玉国这头老狐狸 警方用出了一个奇招 那就是冒充小偷连夜撬了王玉国的黑饭店 制造出一副入室盗窃财物的假象 第二天当地派出所便假模假样地出警到现场调查 引起了周围许多群众的围观 于是消息便理所当然地很快传到了王玉国家中 王玉国一听有人竟敢撬自己的店 这简直是对自己这个地头蛇的人格侮辱 于是立马就气急败坏地骑上二八大杠往饭店里赶 心中案发是一定要把该死的小偷八皮抽筋 然而此时大批警员早就在必经之路上严阵以待 直接把王玉国堵住了 王玉国意识到大事不妙转身就跑 可惜他远没有老侄子李哲的身手 跑了没几步就被警员按在了地上 然后戴上手铐像古刀死猪一样弄到了警车旁边 刑警队长甩一扬指点着王玉国的脑门逼问李哲的去向 李哲呢 我好长时间没看见他了 知道我们哪来的吗 告诉你 我们是从河北来的 老师坦白交代是你唯一出路 说李哲人在哪 唐山的事是李哲干的 是他出的主意 不对 我问你 李哲人呢 在警方的逼问下 自知穷途末路的王玉国最终还是出卖了自己的老侄子 表示李哲目前很可能藏在他的朋友李文武那里 事实证明王玉国并没有说谎 此时灰头土脸的李哲的确跑到了李文武家中 开口就让对方给自己准备吃喝的东西 李文武一看这货就是犯了案子跑来的 于是忍不住好奇的发问 你到底从哪来啊 不怕啥事了 有没有女人 这大白天 我上哪给你整去 你赶紧我整一个 不得不说 这祸是一天都离不开女人 而当警方的大队人马 风尘仆仆 向李文武家杀来时 李哲早已经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好兄弟李文武一边掏钱帮忙买单 一边没羞没臊的和妹子打情骂俏 今儿你帮走了 今儿你陪我啊 那可不行 那等你大约回来能饶了你 他不会回来 他从来不吃回头嫂 你怕啥呢 他来不永去无重 今儿你就陪我了啊 今儿陪我啊 今儿陪我 眼看李文武就要得逞时 警方突然冲了进来 当场将李文武这个包庇犯抓获 随后通过审讯 警方得知 李哲现在就藏在同村 一间荒废了的院子里 但有个棘手的情况是 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匪身上 绑了十公斤的烈性炸药 一旦爆炸 整个村子都会跟着灰飞烟灭 考虑到村民的安全 警方联系了当地的特警部队 协助抓捕 大队人马 很快将李哲藏身的院子 团团包围 当地公安局局长 亲自举着大喇叭 向李哲喊话 随后 李哲竟然又点名 要和安强单挑 面对这样危险的亡命之徒 安强深知 不能强攻 只能智取 于是 安强让同事们继续喊话 吸引李哲的注意力 自己则趁机从窗户翻进了屋里 而此时的李哲 还在撅着屁股 朝门外大放厥词 安强悄无声息地溜到身后 然后突然用力勒住了李哲的脖子 门外的警员们趁机蜂拥而入 七手八脚地将李哲按在了地上 身上的炸药也随即被安全解除 这个变态的超级汉匪 就这样落入了法网 最后 李哲因多宗杀人抢劫强奸罪 被判处死刑 为他犯下的累累恶行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法网灰灰说而不漏 不管多么凶猛飙悍的歹徒 只要犯了罪 就必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